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就要拍一個生日特別企劃 雖然未到正日 但是我的長洲鄰居準備了一個很大的生日驚喜給我 大家去長洲的時候有沒有留意到一些彩色的花牌 例如店舖開張、有人結婚、起興日子都會用到的 有次跟鄰居吃飯他就跟另一半說 不如你生日的時候我做個花牌給你 他另一半就說不要啦 不要搞什麼啦 然後我在旁邊吃花生就說不如不要做一個 做一堆一列排開 夾到歡迎才開心的 誰知道他們認真摸了就沒有做給他另一半做了給我 他們也不是做了一個是做了8個 不是一字排開 現在他們分佈了在長洲不同角落 給了一個任務給我 給了提示 要我拍VLOG 然後根據他們的提示找回這8個生日花牌 好了 既然你們弄了出來 我就真的拍出來了 我們現在馬上出發 今天的遊戲玩法很簡單 昨晚我就已經收到所有提示了 總之現在8個生日花牌分佈了在長洲不同角落 等著我跟著他們給我的提示慢慢去發掘 我們現在搭船進長洲 本來我是打算找了一本花牌 然後回家放下東西再找另一本 但是今早做得太晚了 現在很趕時間 我怕今天找不完 就打算全部發覺一次過找完他 有沒有信心 沒有 不過找不完 我們不回家 嗯 現在我們應該先找了誰 應該一出海碼頭會有一個 我預計 然後見步行步 沒錯 我們開始尋寶了 究竟第一塊的生日花牌會在哪個位置呢 應該會在附近的 那裡有花牌 我去看看 好噁心 你知道為什麼這個是你的嗎 對啊 我要過去拍照了 我找到了 找到第一塊 來吧 第一塊找到之後 我們就繼續出發了 我看到有個是神祖吸元氣的地方 應該是我們平時會吃早餐的 還有最遠我可以接受到的餐廳 就看看我的鄰居 是不是真的這麼了解我了 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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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久都沒有試過長洲一天游 今天要走光 沒錯 狗現在很開心 當然啦 他也不用走 沒錯 今天是35度的日子 但是呢 我覺得是很溫暖 我現在要到處 金晶火眼看看有沒有 寫著我生日快樂的牌 看到牌就要看看 當然啦 現在整身都是汗 超癡露 究竟我有哪一條片 不是在出汗的拍 我全部的片都是有血有汗有淚 加油啊 加油啊 我們現在好像在玩Trasher Hunt 很熱血 很熱血啊 好像大學那樣 在哪裡呢 這邊啊 這邊都可以放花牌的 應該是附近的了 不會去到真是西 那邊吧 應該 啊 我看到了 第二個花牌 多謝乾爺 好漂亮啊 花牌 但我開始覺得自己很尷尬 哈哈 大家可以認住這間海鮮角落 就是我在長洲走到最遠 願意吃的餐廳了 我喜歡吃他們的海鮮蒸籠飯 是很鮮味的 我們繼續去找生日花牌好不好 走吧 GoGoGo 加油啊 拜拜 好了 我們要在天下前找他們出來 到吃早餐的地方 跟大家介紹過了 一間我很喜歡的餐廳 應該就是No.11那邊 我剛才好像看到花牌在這裡 所以也有一點肯定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快步衝過去 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介紹過這間餐廳的早餐呢 然後花牌就是這裡了 這個是Anna送給我的 現在嘗試出發去找下一個提示 我們的聚腳點 心裡面是有幾個答案的 不知道猜得對不對 然後呢 看到沒有了金山 他去了買東西喝 他說很熱 我拍片的時候是不懂熱 不懂餓 不懂累的 所以我就一直走著 他一會兒會追回我 我想長洲街坊 如果這幾天經過這些生日牌 應該覺得很奇怪 究竟是誰來的 到處都見到他的 耶 我猜對了 這個我喜歡 吃極不肥 謝謝 很漂亮 我經常在長洲吃好東西 就是這班週末韻式團 唉 就是你們令我肥的 然後我們的聚腳點在哪裡 就是這裡 祝願平安 我們經常過來蒸腳 Hello Ninja 我們平時就在這裡 聚在一起蒸腳 是不是很揚身啊 我們的活動 還繼續嗎 Choppa 準備好了嗎 Choppa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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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我猜 都是比較近的 對 沿路回家就可以開冷氣 放下一些東西 唉 看到我整個頭都是水來的 哈哈哈 但是真的很開心啊 好感動啊 整件事 又一塊了 我找到來第五塊了 Thank you 好美啊 我收到封 我們是錯過了一個 所以現在呢 就要沿路回去 試試找一下究竟 那個是哪裡了 沒理由啊 我一直都有留意 街上的牌 但是不管了 我要找光 現在已經開始日落了 嘗試入環街小巷 看看有沒有 有沒有先 有沒有多點提示啊 究竟在哪裡啊 終於找到最隱蔽的那個了 耶 找到第六塊了 打完大佬了 我們現在剩下兩個而已 加油啊 加油啊 下一個是我們找食團的飯堂 我知道在哪裡 現在正在走過去了 其實這麼久以來 我都沒有分享過這兩間餐廳 因為真的口袋名單 是很難訂位的 但是呢 今天就要曝光了 應該有觀眾問過 我也都推介過了 就是醉雞煲 還有淘淘居 兩間呢 我都很喜歡買海鮮去加工的 還不讓我找到 這個是 是Chopper給我的 現在生日牌的旁邊 是鹹蛋黃 我最喜歡就是長洲的日落 最後一塊生日牌的提示 就是Chopper時常 帶我們到此一遊的地方 就是一間叫做3點3的cafe 他很喜歡去那裡 去探望他的朋友 不是狗朋友 是老闆娘 所以呢 生日牌就會在附近 好了好了 我們找到最後一塊生日牌了 這個是阿欣放空氣哥哥送給我的 為什麼會叫空氣哥哥呢 就是因為他整天請空氣給初牌吃 是不是空氣哥哥去出發 你累了是不是 好了 然後呢 3點3cafe呢 就是在這條行的後面 有人在打球那邊 有比賽 總之 我們終於找到八塊牌之後呢 可以召喚晚餐了 我要回家 開冷氣 跟著要沖個量 然後 出發 我們現在呢 就跟鄰居吃飯了 我收到生日禮物啊 你走啊 這支是2007年的香檳 15年前 然後呢 超級漂亮 是我啊 還有一個啊 是這個啊 我剛才尖叫了 總之剛才露機 我剛才最真實的反應 最驚喜的反應 我錄不到啊 超級漂亮啊 他自己弄的 他是用那些刁黑刀 逐筆逐筆去刁的 Cheers 謝謝 剛才有一塊牌 就是你送給我的 是不是啊 Late 他就是Late 好了 我們不客氣了 吃東西了 非常非常之多謝 我的長洲鄰居 送了一份這麼大驚喜的 生日禮物給我 其實呢 都很考我們之間的默契 大家在這些提示上 就會知道我們平時關係很好 整天會一起出去玩 一起出去吃東西 所以在長洲除了喜歡這個地方之外 我更加喜歡在這裡的人 很多謝大家陪我一起找新日花牌 希望你們會享受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播放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是三星期 逢星期日更是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一切在心中啦 來吧 好 來吧 居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